1994年1月 中国中央乐团作曲家田峰 带着西藏某部队捐赠的十万元人民币 从北京来到云南 在安宁县郊区一所学校就职 开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 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 和第一次走进传习馆 是1994年的夏天 传习馆的开办 引起了当时中国新闻界 和文化界的普遍关注 这一时期 传习馆的人数最多曾达到110人 他们获得的第二笔资金 是来自美国福特基金会的5万美元 1996年 传习馆在轰动一时之后 应缺乏后续资金 学校被迫搬迁 后来安宁县政府无偿提供了一所农场小院 同时还以低廉价格租给传习馆3880亩山地 使用期70年 我们将要讲述的故事 就从1997年1月通 传习馆按班建制 现有仪族 哈尼族 纳西族 藏族师生60余人 传习馆的经济来源 主要靠田丰个人向社会集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苦于几年来乞讨半学的痛苦经历 田丰随把思路 调整到怎样与目前的经济社会对接上 眼下 田丰想用租来的那片山地 建设一个云南民族文化保护区 以解决全管失神的居住和生计问题 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找到愿意投资建设的人 这些年轻人你说的 喂 现在是上课的时候 现在不能接电话 你有什么事 你要我转发给他 喂 喂 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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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